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上下两层360间房间 墙上有许多战争年间设计的洞口用于自我防卫 古堡的独特防御设计 所以在历史上从未被外里攻陷过 堡大门前还有一块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操场 可以容纳1000人生活 附近都是水田 整个古堡就在水田的中央 这个堡还有一个神奇特殊的地方 就是100多年没人居住的地方 居然没有蜘蛛网和蜘蛛的存在 要知道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免不了被蜘蛛占领 尤其是没人打扫的老房子更加 有很多人怀疑是因为古堡里面特殊的壁画 里面有着灵异的作用 促使蜘蛛无法接近房子 这种说法在无神的现代社会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疑问 一直有人想知道究竟原因是什么 于是就有不少有兴趣的人开始调查这个原因 并且用科学的方式测试和检验 终于得出大量的蝙蝠存在 造成蜘蛛无法获取食物从而离开 常年没有人 所以没有灯光 是蜘蛛无法生存的根本原因 这个清朝末年的神秘小镇有着不同一般的魅力 和富有历史文化的独特建筑风格 如果对古代文化有兴趣探索 和异域小镇有欣赏能力的小伙伴 值得亲自去一探究竟 看看到底有什么更奇妙的东西 小编想说这样的神奇的古堡 小伙伴们想去玩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